自美国的神父甘惠中 他年轻的时候到台湾 创立了第一个心智障碍的收容机构 最后在台湾这一驻啊 就是51年半个世纪了 他马上要迎接80岁的生日 而他的最大愿望就是 希望可以拿到一张台湾的身份证 而且他说百年以后 他也要在台湾长眠 眼前这位满头白发 脸上还挂着大发笑容的老爷爷 这是今年已经即将80岁的甘惠中神父 51年前来到台湾 创立了第一个专门收容心智障碍者的机构 几乎把整个人生最精华的时光 都奉献给台湾 不过有一件事 却是让他一直感到遗憾 他是爱人人 也是台湾人 都是没有身份证 没有办法证明 虽然已经拥有居留证以及健保卡 但是甘神父认为 他把自己的终身都奉献给台湾 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台湾人 为什么不能够拿到一张身份证 所以我一辈子在台湾 希望可以在台湾过世了 可以埋葬在这里 我现在也有付税 可是不能投票 虽然两年前甘神父 曾经向马总统请求协助 但是碍于台湾的法律规定 必须放弃美国籍 才能取得身份证 不过因为神父 长久以来的特殊贡献 让内政部连理修法 未来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也能够不用放弃原有的国籍 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台湾人